看看新闻网 票房惨败的阴云刚刚过去 冯岛就已经揽下了拍摄 亲子微电影的工作 而为了配合主题 冯岛还难得地分享起了孩子精 冯小刚目前有一大一小两个女儿 由于自己的性格问题 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任期发挥 极少管制 甚至在大女儿要退学时 他也欣然应允 当然上学学知识很重要 但是问你自己格是一个痛苦 我不想上的话 我现在咱们一刻都不要迟疑 我就带上你找冯岛师 说这学他不上学了 不过开明的老爸冯小刚也有遗憾 因为自己的工作实在太忙 错过了大女儿珍贵的成长过程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 冯小刚也更加珍惜天伦之乐 和小女儿一起玩耍 就成了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连出门工作也对小女儿牵肠挂肚 说起他来更是满脸自豪 对自己的教育成果那是相当满意 有时候躲在那个窗帘后边 不敢呼吸憋着气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有的时候 完全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 躲在一个那个沙发的背后面 深怕自己那个露出一点 露出脚啊屁股 别让人看见 我让他快乐 就是这样 让他真实一点 不要从小就假挖地 除了两个宝贝女儿之外 冯小刚的新片《私人定制》 也相当引人关注 而有消息称 女主角已经锁定产后付出的李小璐 而男主角则仍然是铁打的葛优 对于这一传闻 冯小刚在媒体的逼问下 终于亲口确认 对不起 这儿不回答 是说还不能确定呢 还是说 确定呢 然而又有消息称 冯小刚御用的男主角葛优 在确定出演《私人定制》的同时 还接下了姜文的新片《一步之遥》 而姜文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也向《新娱乐在线》的记者 确认了这一消息 确定在《私人定制》的时候 姜文导演和葛优老师的合作 就非常愉快 而且机会也很难得 我们觉得 两人可能都有记得 没合作够吧 所以在这一天里 有这样的景色 适合葛优老师 但他本人又非常愿意 和姜文导演在合作 同时姜文这部筹备了 三年的新作的故事发生地 也已经浮出水面 姜文导演眼中不一样的老上海 也十分让人期待 接演了两部大导演的立作 男主角葛优的档期 不免让人有些担心 是否会有所冲突 不过好在目前为止 两部电影并没有在时间上撞车 我们和葛优老师 目前在当期 在合作的内容和情节方面 都已经非常确认 我想这个 不会对影片的拍摄 有什么影响 席路在线 上海报道 我那么并没有在那边 大家认为